电路当中的零线和火线是同样的颜色 我们怎么样判断哪一根是火线 哪一根是零线 忘记在眼前比较只有万一表 那怎么来确证 方法非常简单 今天来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两个方法 首先我们用万一表先来测量一下这两根线 它们的电压是220伏 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火线 哪个是零线 第一种方法 我们用万一表的一支表笔 分别是测量这两根线 那另一个表笔我们全空 测量第一根线的时候 大家看万一表的数字比较小 那测量第二根线的时候 万一表的数字就比较大 数字大的为火线 数字小的为零线 很显然 右边的这个为零线 左边的这个为火线 很显然吧 那第二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表笔绕出这样旋转几圈 非常的简单 好了 然后把它这样全空 那另一个表笔我们去这样测量 这样测量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它的个线路而来测量 我们第一根线线上呢 用表笔这样去感应 在这个 万一表的数字变化 我们一直往下走 这是它的数字 然后我们第二根线上呢 用表笔的这样去感应 大家看 数字啊 是比较大的 大家看 数字大的为火线 数字小的为零线 很显然 右边的这个呢 为零线 数字比较小 而左边的这个呢 数字比较大的为火线 这就是两种方法 如果没有在烟尖笔的情况下 我们开始用这两种方法 那线头裸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用这根表笔这样去测量 就能判断出来 那线头如果不沦落 这样长线路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第二种方法 把这根表笔呢 我们绕手这样缠绕子权 悬空 用另一个表笔呢 这样去感应 数字小的为零线 数字大的为火线 很显然吧 方法 这么简单 快分享给你的家人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